看完今天 看關鍵 歡迎收看關鍵時刻 市場 我們今天除了台灣要對這個義大利之外 其實全台灣人最關心 或全世界最關心是日韓大戰 日韓大戰怎麼會這麼緊繃 而且兩邊精銳進出 不但兩邊精銳進出 你說這個是在這支球場上面 最有歷史感 最有恩怨情仇的一場比賽 而且歷屆的WBC裡面來說的話 最精采的始終是日韓大戰 為什麼 兩個這個亞洲的強權 你知道 他們過去這個幾屆WBC裡面 他們對決過 他們是四勝四敗 四比四 剛好是平手 所以今天來說的話 等於剛好可以分出個勝負 到底是誰比較強 那因為這一次剛好 他們兩個又被 預賽被分在同一組 過去的心頭救恨 在今天呢 一次爆發 那雙方都派出精銳 譬如說像日本派出打比修游 打比修游就是專門用來剋韓國隊的 打比修專門剋韓國 那金廣軒呢 也是他的左頭人 專門剋這個日本 所以當然兩個人來說的話 當然在這一次的會議 這個會議 賽場裡面 一定是有非常精彩的好戲 但是 你講 而且事實上 你講說 現在你要看到日本跟韓國的恩怨請求 可以從兩張照片來對比 沒錯 一張是 剛剛講 這個就是日本 對 日本隊居然非常開心的吃燒肉 吃燒肉 喝燒酒 等於說我就知道對付韓國 我們知道日本是非常decent的 是的 他是非常謙卑的 他在球場上很少去對你的對手 表示這種敵意的 對 他居然對韓國表示這麼強的敵意 我要吃燒肉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兩張照片 對 把日本人給氣死了 而且事實上日韓之間 他們有口水 而且那口水呢 是因為有民族情感等等的口水 那為什麼這樣 這一次其實這張照片讓大家覺得 喔 怎麼日本會PO這個照片 這是大鼓 還有這個日本的隊員呢 他們在大阪的一家燒肉店吃飯 那吃飯吃什麼呢 他們吃的是韓式燒肉 燒肉 對 那在這個日韓之戰之前 要吃韓式燒肉 而且大吃韓式燒肉 這個意思來說 當然就要把韓國吃掉的意思嘛 好 那為什麼他們這樣 可是日本隊不是很低聲嗎 他不是很謙卑嗎 不會 等於說在言語上面 去壓制對手嗎 而且主要原因是因為過去呢 韓國做了太多 讓日本覺得非常非常生氣的事情 很生氣嗎 這是第一屆的這個經典賽 經典賽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那一屆人知道有多慘嗎 那一屆三場比賽裡面來說的話 日本輸了兩場 輸了兩場之後你知道 林木宜朗氣成那個樣子 對 因為他們在球場裡面 像林木宜朗那個表情 你知道他們在球場裡面 在投球球上面 插了這個日本 韓國的太極旗 他們插了一大 三小的太極旗在這上面 那這個 讓這個所謂林木宜朗 相當相當生氣啊 欸 他的眼睛如果可以殺人 對手就死了 那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啊 為什麼他們會插這個氣 為什麼 因為在賽前的時候 林木宜朗先跟他們嗆聲 林木宜朗也不是對他們嗆聲 林木宜朗就是說 我來參加 代表說什麼 我們日本的這個 這個所謂棒球實力 是亞洲國家都比不上 至少領先三十年以上 他自己先講了這個 就講了這個之後 你在韓國裡面來說 大家都一面炸開說 好 我們要好好教訓他 結果就剛好 在那一次裡面來說 韓國在預賽 還有在副賽裡面 兩次痛電日本 贏了日本 對 讓日本覺得很難過 後來幸好是後來的日本 後來日本又6比0 贏了之後後來在決賽 所以那事實際上 那一次日本能夠拿到金牌 輸了已經很火大了 對 你還跟我插旗子 結果沒想到第二季的時候 又來一次 那又來 日本兩場又都輸給這個韓國 結果韓國之後 那他們的投手泛蟲跟 還有另外一個選手 他們又在這邊插這個旗子 所以搞得你知道 為什麼日韓大戰 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是繃緊神經 因為這裡面一定會有 非常多火花